工作年...年資有哪一幾歲 哇 對 太厲害了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手衣千千 身為一個故企YouTuber 現在一大早要幹嘛呢 由於最近點閱 已經很久沒有百萬了 所以呢 現在在百貨公司 你知道一開櫃 我就來打工了 今天要來當一日打工仔 今天要打工的櫃位是什麼呢 是Codiva 我總覺得當打工仔 應該可以在Codiva吃到飽吧 好期待喔 一大早就來打工了 你看我多認真 親愛的來賓你好 親愛的來賓你好 店長看起來很漂亮 為什麼 店長側邊看起來怎麼會這麼緊張 店長你好 你好 我是今天的炎瑞打工仔千千 你好 我是Ivy 店長你好 你好 我有一個想問的問題 很久了 請問究竟是念Codiva還是念Codiva 我們的話都是念Codiva 因為我們是比利時的品牌 所以我們是跟著比利時的法音源念Codiva 原來我一直以來都念錯啊 那店長 我今天要當打工仔 有什麼要準備的嗎 打工仔第一天一定要先穿好制服 總覺得店長怎麼很漂亮 怎麼會這樣子 要升級成店長有顏值上的考驗嗎 沒有 我們是能力的考驗 能力的考驗嗎 請問店長現在第一步我們要先學什麼呢 我們要學招呼語 客人走過去啊 靠櫃或是經過 都一定要很大聲跟活潑的跟他們說 你好 歡迎光臨Codiva 你說只要經過就會喊嗎 對啊 店長 我上次來的時候 有聽到 很大聲 上次電話聲 你好 歡迎光臨Codiva 你好 歡迎光臨Codiva 你好 歡迎光臨Codiva 再來 我們現在呢就是 你有看到這邊嗎 還沒 有看到我們的巧克力嗎 有 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個就是吸引客人的目光之一 你好啊 你好 歡迎光臨Codiva 然後他就發現他了 你剛剛是不是 你好 歡迎光臨Codiva 因為我們像這邊的巧克力 算是全系列都在這邊 嗯 當客人在這裡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他介紹 就是有純巧克力的系列 那也有松露巧克力的系列 那也有下面精選的系列 或者是季節的系列 那你個人私心最喜歡哪一款 我私心喔 其實我 還是最喜歡我 我喜歡你啊 那我們介紹完巧克力 我們現在就要去介紹禮盒的部分 嗨 像你看到這個的話 就是片裝巧克力系列 對 它上面是57 又是它的濃度對不對 它的巧克力的濃度 因為它其實有不同的搭配 所以其實客人他可以自己選擇 就是看他想要大小盒 或者是他想要 就是單一口味也可以 妳有遇過那種 就是解完帳之後 就問說 妳有沒有最推薦哪一個 解完帳之後 就說這一盒要送給妳的 曾經 曾經有 真的有人做這種方式嗎 但沒結果 沒關係啦 沒關係 它是單身 單身 未婚 單身 接下來學完巧克力的品項跟禮盒之後呢 等一下要教你就是 雙情跟可否系列 但我要請我的同事 Lita叫你 嗨 我看到店長也很開心啊 那你是 叫什麼名字 那我叫Victor 我接下來會教你 雙雞蛋豬 Yeah 學長好 我叫千千 妳好 我叫Victor 狗立馬的店員是不是都有精挑細選啊 每個都長得很漂亮耶 當然 那學長 我們接下來呢要學什麼 我接下來會教你我們店上所有的 可能像食品製作啊 雙麒麟啊 飲料或是可否 我們第一個先學可否 好 妳好 但是我們現在最主要重點 還是要先洗手 請問學長的背 妳看起來比我還要漂亮 這樣是可以的嗎 我也要 學長妳也單身嗎 絕對是單身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把手套戴好 這個是不是 應該分身分 好 戴完之後 戴完之後我們就可以過來 這就是我們可服原本的樣子 可頌嘛 對 它就是可頌 然後加完之後啊 然後擺一下它的就是位置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其實第一個步驟就好了 接下來就吃了 接下來還沒到 還沒到是不是 我們先不要急 那通常真的要烤多久 其實它差不多烤個30秒 差不多20秒啦 啊 好熱了 然後好了之後把它拿出來 所以我們要拿這個 哇 這好像披薩盤喔 甜的跟鹹的我們會分兩個 客人的口感才不會影響到 那這邊其實有一個計時器 我們就是壓20秒 20秒 對 是20秒喔 20秒 確定的 就是如果你壓出來覺得 它的顏色沒有到很金黃很漂亮的話 其實就可以再多壓一下 那這樣是漂亮的耶 這樣算是漂亮的 那你覺得我是漂亮的嗎 我比較漂亮 可惡 但是 不然你這樣跟我自己在對話的感覺 那你們通常這樣做的時候 會是做完之後立刻清 還是會這樣 其實通常做完要立刻清 叔叔粉練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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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難耶 對啊 你為什麼要為難人家 這是誰 誰的喝的歡迎 沒有 它是養瓶 喔 排斥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可福了 對 要做可福了 不對 直接進去嗎 對 直接進 整個進去 欸 你不要吵 實在 我真的太厲害了 你看我完全沒有溢出來 欸 很棒耶 完成囉 幫我上個墨鏡 你可以把它帶回家錶起來 不行啦 那我學習的速度應該算滿快的 算滿快進入狀況的 那你看著它說 最快的 學長 接下來學完可福之後 學完可福之後 我會教你我們現在的雙起雲 現在先示範綜合的話 我們就是用這種白色的甜通 好 那黑巧克力的話 會用另外一種甜通做 好 那如果我們在擠之前啊 其實我們都要先漏掉一點點 然後中間這邊做一個圓形的底座 嗯 哇 學長 這是兩圈半喔 一二段耶 沒有 因為第一 第二嘛 你怎麼可以直立學這樣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做額外的裝飾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順著它的紋路這樣插 欸 順著我們就說菜眼鏡頭漂亮啊 最後我們就是還要再放上一塊 有我們家LOGO的巧克力牌 嗯 那我們放上去之後 其實整支就可以出給客人 雙起雲完成 接下來就換我了是不是 可以… 那我要做綜合的 我們再一次 我們再一次 確定妳完美 下次不許再做了 好 我就直接裝飾了 要直接裝飾嗎 我們再一次啦 好 喂 等一下 不要急 可以吧… 有進步 因為我剛剛比賽有進步 有進步嗎 很美的耶 這妳給我打幾分 真的要說啊 要 真的 大概30分 30分 學長 你覺得我的形象 我適合當狗地把電影人嗎 形象很適合 但是技巧幾乎是0 妳是大概是狗地把 唯一一個把雙琴做成武器的人類 客人 您的好了喔 如果客人對外觀有質疑的話 那妳給這支打幾分 正面是長這樣 剛30耶 多一點吧 負5吧 為什麼都還沒有客人 來了… 歡迎光臨狗地把 妳好 歡迎光臨狗地把 全節快到了 要不要美食什麼呢 我們的果乾系列 我覺得算是隱藏版的黑馬 大家不要也試試看 我們的那個咖啡的 咖啡是什麼 卡不清喔 送路 不會嗎 不會嗎 沒有啦… 好 雙琴 雙琴嗎 我做嗎 學長他們指定我做 那很好啊 學長 先解… 不能後悔喔 這支非常的美麗 希望你喜歡 謝謝 我們確定不會在狗地把公司 看到他們兩個嗎 歡迎光臨狗地把 需要什麼嗎 可以試試看我們的可福系列 因為我們的可福有鹹的跟甜的 男生也很喜歡它鹹的系列 我要那個一個 黑巧克力雙琴 黑巧克力 你們想要誰做呢 學長做 還是我做 你做 我做 你們可以喔 我們是不退的喔 要不要就是冰淇淋都點了 要不要帶一點可福 因為它有甜的跟鹹的 想必你們三個男生就會 男生女生 不好意思 我先下班了 先下跪 黑巧克力雙琴跟黑巧克… 黑巧克力 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 雙琴 好 客人還在嗎 還是離開 還在… 這是你的黑巧克力可福 我真的擠超棒的 我跟你講 可福小公主 怎麼笑那麼開心 是不是很好吃 好 到衣服上 客人 我剛剛不是就說了嗎 這個吃了就比較不會爆漿 但是是我又愛做的 要吃完了喔 你覺得這位型你給幾分 不錯啊 接下來是綜合 對 今天還是綜合 白的 白的 被你搞混耶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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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喔 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但怎麼只有一圈半 很漂亮喔 你好 我嗎 喔 她 我是 妳好 歡迎光臨高地吧 希望我的聲音聽起來 有沒有在微笑的感覺 有 超滿朝氣 妳好 歡迎光臨高地吧 太雍然 太雍然 對 妳好 歡迎光臨高地吧 最有禮貌的 最有禮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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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光臨高地 學長 我一日打工展 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我好像可以下班了對不對 差不多 差不多 那肚子有點餓了 我等一下可以 就來點餐吃一下吧 可以啊… 剛好把妳今天的薪水去擠掉 我朋友來 這魚下班了 不知道為什麼喔 我剛剛點餐了 學長就是還沒有做好這樣子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子哈 謝謝學長 好香喔 好香喔 這很香耶 跟你說我就試了當店員喔 然後我點了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兩個科夫 起司培根跟巧克力的 你看它這個多… 哇 有沒有 其實大家可以切小塊吃啦 但我喜歡這樣 它是可頌 然後用熱壓廚是壓過 可是它吃起來其實還是帶有它的那個 原本可頌酥酥酥的口感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起司培根 鹹甜鹹甜的味道 嗯 遠方一個手 我就獲得了骨幹 來吃一下這個巧克力口味的 跟大家說吃的時候請比照炸蛋蔥油餅 因為炸蛋蔥油餅 裡面不是有蛋黃 咬的時候會噴嗎 這個也會 有沒有 你看這個 它裡面的巧克力醬超多的 而且我這個是剛剛還先等我吃完那個 培根起司可福的時候 才把它撕開的 其實其實好像大部分最多人點的是這個耶 而且我現在吃的是它的尾巴喔 就是它的尾巴也超多巧克力醬 鹹的可福很棒 但甜的也很棒 而且它是有點苦甜的那種巧克力 所以你吃起來甜膩感又不會到太重 不要浪費 吃完甜了再配下這牛奶巧克力 有沒有覺得我周邊的 時空感覺很寧靜 感覺會有太陽照進來的感覺 雖然說聽著後面雙甜雞 就是要學校現在就在忙 最惡奶昔 有夠適合夏天的啦 謝謝學長 我是不是有點過分 我們在稀喔 妳等一下再吃 這個是黑巧克力的雙琦 這個是他們店裡面最多人買的一個口味 然後我剛剛其實做最多汁也是它 為什麼這跟我剛剛做的長相 好像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應該差不多吧 很漂亮 很強 很強 不愧是學長耶 你不覺得它的那個整個就是 上來很像那種樣品 雙起的感覺 它的巧克力味道超級濃郁的 但是呢因為它是那種苦甜苦甜的巧克力 可是它苦味沒有到很重 你就會覺得說吃起來沒有那麼的膩口 我覺得這個畫面真的嗎 可愛動物區 它的甜頭的餅乾也很好吃耶 這個叫地基打得很好 剛買到我做的下面應該滿空的 謝謝學長 哇你真的是每一隻都很誇張耶 這是樣品的那種 還是你是來羞辱我 對 剛剛黑巧克力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它牛奶巧克力是比較白奶的白巧克力 所以混起來的感覺其實你會覺得 味道比較沒有那麼的重 我覺得我掙錢幫人越來越多 歡迎光臨國底吧 謝謝學長 總是這麼的貼心 速度這麼的快 吃完中了之後白巧克力就出現了 這個外表跟剛剛的完全不一樣 它白巧克力很奶耶 我意外的滿喜歡白巧克力口味的耶 跟大家說 下班了就是要三人口味都吃 請大家可以學習我 來國底吧就是要買巧克力或是買禮盒 但它果乾躺在那裡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那麼的吸引人你知道嗎 但又對它有點興致缺缺 所以我那時候最後再拿起來吃它的時候 我覺得這味道 你看它就長這樣子 這樣是正面 還是這樣是正面 你有發現它這樣子拿 其實它是有點軟的嗎 它非常好咬 而且因為它很薄 所以它可以跟巧克力融得很剛好 然後吃起來就是那種酸酸 有點甜甜的 然後又有黑巧克力的那個味道 這個很好吃 你看這個 這是杏桃口味跟火龍鍋口味的 等一下不許讓我殺 我跟你講這是少女的味道 而且你看它真的很好咬 裡面其實這個果乾就滿有汁的耶 火龍鍋燒硬 如果每次的打工 其實都可以這樣子吃的感覺多好 接下來菜禮盒 我選的這兩盒呢 是特選巧克力餅乾禮盒跟這個 它是QB立方松露巧克力 然後我選的這兩盒呢 是我喜歡的 怎麼辦 我現在有種送自己禮盒 然後齊仁姐的那種感覺 雖然說齊仁姐過了 我跟大家說 生日的時候沒有人跟你一起過 像我們剛剛Ivy啊Victor 就是你知道單身 然後寂寞 就是可能你也沒有朋友送他們 我們眼神不要看過去 我怕他們等一下球會過來 生日快樂 這種雙面的斷在木棉的看起來很高級耶 我跟你講禮盒最棒的點就是它每一層 層層開的時候 不一樣驚喜的感覺 你看這樣子 就是哇 Surprise 欸 每次我從來 人生最快樂的時候 就是這種拆禮盒的時候了 這樣什麼意思英文的 哇 因為它真的是英文的啦 本人就是直接就這樣拿走手機 先來吃這一個 這一個它是紅莓焦糖的白巧克力餅乾 它咬起來的那個紅莓的味道 就會淡淡在你的嘴巴裡面散開 然後配它的那個白巧克力 然後我個人很喜歡這一盒巧克力 是因為它裡面的口味有非常多 所以我剛剛吃的紅莓之外啊 它有牛奶巧克力的 也有純黑巧克力 還有焦糖 還有香草的 它就是這一盒裡面 它其實有非常多口味的那個巧克力餅乾 這種法拉利的感覺 有吧 沒事…我們可以 拿來介紹 然後 哇 這個 是不是兩種類型完全不一樣 它也是每一種口味都不一樣 而且它這個就是比較內斂 這個比較外鮮 但兩樣都很好吃 然後這個很適合 下午的時候一個人坐著 然後沒有朋友跟你一起 然後你是自己一個人 在度過你的下午的時候 你就可以每一口這樣拿起來去吃 它各種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我來吃一下黑豬里口味的 我那時候吃我很喜歡這個 你看它這個 白白這樣 我那時候會很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咬起來 刷刷的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然後就有點酸酸甜點酥 就是它的口感不是只有 單純巧克力的口感 吃起來還滿清爽的 每一款的每個口味都吃一個吃一個吃一個的時候 你很適合把這個黑豬里當最厚 它就會整個很解膩 剛剛的黑豬里比較酸 好美是微帶酸 然後巧克力的味道稍微比較重一點點的那種 然後今天吃下來呢跟大家推薦 有一個無樣我很喜歡的 首先是這個餅乾 我整個都很推薦 因為反正我就是喜歡餅乾加巧克力 而且它又是果滴吧 你整個感覺就是不一樣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Cube立方松露巧克力 我很喜歡它的那個野莓口味 黑醋莉口味跟它的蒸果仁口味這三個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其實真的可以買來吃吃看 因為我覺得每一口的味道不一樣的時候 你會覺得 嗯 自己感覺有點那麼的不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雙琴口味 客人其實喜歡綜合的 但是如果你喜歡吃濃郁一點的巧克力 可以選黑巧克力 如果你喜歡比較清爽的話 可以選單純的白巧克力 可是我喜歡那種有點輕重之間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可以吃吃看 再來的話就是可福 可福 我跟大家說其實我很想推薦你們鹹的口味 但是呢 總覺得來Codeva就是一定要點黑巧克力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來 可以吃吃看它的黑巧克力 但吃的時候真的要注意 因為它就是認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它就是會爆香 然後剛剛有一個客人也是你知道就是 不好意思 又一直用你的頭下 再來的話就是果乾 尤其是芒果果乾 如果你喜歡吃酸酸甜甜 又有點巧克力的味道 如果你很害怕果乾的口感很硬的話 你真的可以吃吃看它芒果的果乾 好 這五樣呢就是我個人推薦的Codeva 大家來的話 不知道買什麼的時候呢可以參考看看 吃完了 小楊可以睡一下了 千千 可以 店長這樣看著我 喜歡 喜歡啦 喜歡你也喜歡 謝謝 就是今天的公司是168 168 然後4個小時 176元 對 那妳覺得我當店員妳會給我幾分 我會給妳100分啊 第一天上班這樣很棒 那我們可以直接走了齁 下班了 然後670完就可以夠了 嗯 這些 我有幫妳算了一下 妳今天總共是吃了4780元 然後扣掉今天的餐費 然後這樣好像要是付的 店長有客人各位 那我這樣子打工了4個小時 還吃了4千多塊 整個倒貼耶 那發票收好 好 收好 祝妳中獎 謝謝 打工了4個小時吃了4千多塊 果然是很我的日常啊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轉折是不是很突然呢 我會在圓擺新翼A13B2的Gaudiva門市 就是這個門市 來擔任一日店長 大家要記得來吃我做的可福 雙翅琳喔 而且我的雙翅琳應該會越做越好 那我們就不見不散喔 今天Gaudiva一日打工仔 就先這樣子了 大家掰掰 要記得關注喔 不然我當一日店長 大家沒有來我 我就以為我會不在 那如果有人走經過跌倒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 當然是立刻出去詢問狀況啊 我也會這樣 正常人都會先詢問狀況吧 不可能在那邊笑吧 嗯 好 不是客人 那我在面前跌倒你會救我嗎 我是不是先帶回家喔 哈哈